2015年12月31号 百歌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谁把大马交给了黑夜呢 中国报评论专栏甄子月作者甄子权 在回顾这一年时 感叹我国政治是年复一年的原地踏步 首先作者以伊拉克 这个曾经是西亚最富裕的国家 曾向世界取经的文明开放国度 如今却因为领导人的野心 走向极端 把开明的自己交回给封闭 交付给了黑夜 接着在反观大马 当下马来人的政治领导困境 就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缩影 虽然在文明或是封闭中 马来西亚要走的路再清楚不过 但不幸的是 马来人的政治领导困境 还有很长一段路在拖着走 接着来看新中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无法怀抱乐观希望 马大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 在新东日报评论专栏五味新世界 为新年前最后一篇专栏撰文 认为过去年极为糟糕 因为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开倒车 所以在短期内实在不可能对未来怀抱希望 首先作者指出 在治国方式上为了捞取马来人选票 再度打出种族牌 不只是强调巫统领导的政府 才能从华人的魔爪中拯救马来人 也在处理偷窃手机案件上 设立一个专属马来人的商场来解决 作者不得不质问 这样的一个政府 如何让人看到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我们又如何有希望脱离种族政治呢 此外作者还指出 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的通过 以及大型舞弊案件逃过了公众的审查 只有总检察长有权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等等 让作者无法敬祝各位新年快乐 只希望各位在监狱的时候能够坚强面对